網路上瘋傳一段影片 內容是民進黨前立委高嘉瑜 竟然在政論節目中 重炮狂轟民進黨是爛黨該倒台 但是這段影片卻是偽造影片 高嘉瑜火大提告 但是有人實測某種軟體 竟然能夠在幾分鐘內捏造任何影片 但是政府似乎拿不出解決辦法 其實我對民進黨沒有什麼好感的 這個爛黨真實糟糕 全部都是些歪瓜裂枣 我希望民進黨快點倒台 有沒有聽錯民進黨前立委高嘉瑜 竟然在成論節目 瘋狂炮轟民進黨嚇壞所有人 但其實這段影片是AI偽造影片 內容全是假的 但仔細看影片中的高嘉瑜 從表情聲音到嘴型 幾乎跟本椎一模一樣 不過坦白講 我對這個爛黨從來也沒抱什麼希望 走一步算一步吧 AI偽造影片幾乎看不出破綻 這段影片來自抖音平台的帳號 高嘉瑜氣得到警局報案提告 但我覺得說這個事情真的非常的嚴重 這是非常可惡 非常令人生物痛絕 非常惡劣的一個做法 AI假影片防不勝防 過去蔡總統也曾經被換臉過 即使一看就知道是造假 檢方在24小時內就抓到了幕後黑手小玉 法務部一個月內就完成修法 說要判重刑 高嘉瑜的影片如假亂真 難道不應該更快抓到人嗎 異常帳號的背後的IP位置 它不斷的在變換更動 比較像是專業有系統有組織的 在傳承這樣的原因 我跟你保證他也抓不到 那如果到時候查出來 又是台灣人自己做的 不是很難看嗎 所以我跟你保證 這個東西查不出是誰 偽造影片容易嗎 有網友驚爆有特殊軟體 竟然短短兩分鐘就能影片大變造 比如說如果我現在想賣這個包包 我就隨便拿著手機錄一個 1 2 3 4 5 6 7 再給它導入到這個非常變態的軟件裡面 我們點它一起看一下 優雅純淨的白色 時尚百搭的包包 簡約而不簡單 這一實測讓人嚇一大跳 簡直是瞬間無中生湧 憑空捏造 還看不出破綻 民眾怎麼防範政府沒說 百姓納悶 難道非得要有大罐受害 幕後的黑手才能瞬間被找到 記者張若慈 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